OdioJungle 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,西方国家庆祝圣诞节,纪念耶稣基督博爱精神,是普世价值,人类共同价值。中共否定耶诞节,即挑战西方国家忠心思想,价值,也否定人类普世价值。而中共面对宗教的心虚,恐怕会导致它在无神论,挑战有神论中溃败。 曾建元指出,中共的帝国主义心态,很容易使它得意忘形。它挑战人类共同的文明,价值于国际秩序,具有危险的倾向,会导致相对的一方,敌对方,产生防卫,保卫心态。中共虽反对外国势力,干涉国内宗教,且打压自己内部宗教。 曾建元说,可他不敢消灭那些宗教,还要搞假爱国教会,量本教会,未来中共与世界文明的决战,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挑战。 中共不会用消灭宗教的理由,但却会绑架爱国,教会等亚本,宗教团体来对抗普世价值。 LDQUO,中共面对宗教还是心虚,不敢全面对决。 Ertco,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资料照,大纪元市人民,如必喜中共狼姓吾,所遁形阻击荷兰的良心犯商海涛,因在境外网站发表文章批评政府,替弱势群体暴不平。 2015年6月遭刑事拘留,后判19年重刑,2017年李爱杰紧获,两次探监机会,其后被禁止探监。 10月,李爱杰,因拒绝于张海涛,断绝关系,遭兄子殴打,他在国内外人士协助下,协而逃离中国,最后落脚美国。 川普政府以人道营救李爱杰母子,相对于中共在酷寒气候下,用不人道方式暴力驱赶,北京三百多末低端人口,就像一把照妖镜,照出中共无神论凶狠狼性。 中共政权主张无神论,从唯物论的世界观出发,曾建元表示,既然谈唯物论、慈悲、关怀、爱与宽恕等价值,都自于人类生存本能需求。 唯物论强调科学现象,其他就变成为新主义不科学,共产党不相信人类对关怀、感情等感性价值存在强烈需求。 美国是由当年达成五月八号到达美洲的清教徒所建立,基督教因此成为美国国家,重要价值或立国精神。 曾建元指出,川普透过圣诞节,强调作为西方世界领导国家,美国对自身价值的坚持,同时,也透过美国对中,国受迫害者,张海涛家人的关怀,把基督教或耶稣精神表达出来。 对美国人来说,这也是纪念耶稣基督或庆祝圣诞节最好的一种表现。 有神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价值特别重视。 珍惜,曾建元说,有神论相信人类美德,感性价值是余生俱来,或是神在创造人类时赋予的。 人跟神在各方面可以相通,在道德或伦理层次,可以达到神的境界,特别是西方的圣诞节,纪念耶稣为了整,就是人做自我牺牲奉献,这是一种崇高的博爱精神。 不管信不信基督教,圣诞节所推崇的德性、价值,存在每个宗教中。